今天是第二届亚太社企高峰会 启动亚洲的第一天 我和一千多位朋友们集聚一堂 在高雄展览馆一起探讨 如何运用创新的模式 来一起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 这次的主题演讲 分别是由马拉拉基金会的 共同发起人Shiza Shahid 以及加拿大Center for Social Innovation 的执行长Panya Thurman 来分享 两位讲者的分享都让我印象深刻 而他们在台上都不约而同地 共同赞美我们台湾社会创新的活力 这也表示我们Taiwan Can't Help 不是说说而已 真的已经让国际社会的友人 留下鲜明的印象 高峰会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社企市集 这次我们有将近60个 从台湾各地而来 各自怀抱着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 一起在市集上面 分享给全世界的朋友 我呢 不但是吃到了一点都不酸的有机的柠檬 买了为了保护海龟而生的塑胶 变成玻璃的吸管 而且事实上 也参与了非常多原住民族朋友的摊位的介绍 也喝到了非常棒的甜式茶 都是让我们透过这些服务跟产品 具体认识永续发展的最好的范例 欢迎大家一起在高雄 或者通过我们公司的频道 一起来参与我们亚太社企高峰会 感受全台湾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暖食礼 台湾Can't Hel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